母亲节前夕坐落在南加州亚凯迪亚市的丘吉尔医学中心 举行了一场别开身面的自然医学与美学 其品味生活相结合的讲座 本次活动由丘吉尔医疗中心主办 方华文化顾问公司策划协办 美国丘吉尔医疗抗衰中心创办人丘吉尔医生 是世界著名的自然疗法医生 普林斯顿生物中心联合创始人 抗衰老再生医学权威专家 健康长寿疗法先驱 世界自然疗法医学会承受与他 自然疗法医学的黄金标准荣誉称号 丘吉尔医生利用美国尖端抗衰老 再生医学和营养学等 帮助患者解决了很多健康问题 有很多问题 我认为大家现在认为这些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问题 在过三年以后 跟各种疫情各种疫情 很多人有很多问题 很多人有病患者 现在他们不知道什么要做 他们现在在这些病毒 没有帮助他们 我认为 医学基本上必须有大大的改变 我们现在正在试图 一种病毒 活动在著名品酒师 廖小姐主持的 与子酱与香槟的完美碰撞中开场 丘吉尔医生详细地讲解了 再生医学的奥妙与医理 向嘉宾们完美地诠释了 自然医学是人类健康的重要基础 及未来方向 方华文化顾问公司创始人 林坤荣也带领现场的女兵们 共同在中国传统音乐中 探讨东方女性如何将古典气质 与优雅魅力相融合 进一步地向世人展示了 由内而外的健康与美丽的重要性 那今天呢 我作为联合合伙人 在做策划的同时呢 我作为方华文化艺术顾问中心的 创始人 那策划了这场活动 那在母亲节来临之前之际呢 那先向我们所有的爱美的 特别是在着重自己健康的状况之下 由内向外的散发美与传扬中华文化的 这个特别有意义的时间段呢 和我们所有呢 洛杉矶的爱美的女士们呢 一起来庆祝这个母亲节 到场出席活动的嘉宾 包括亚凯迪亚市前市长戴守珍夫妇 苍兴珠宝创办人李渝妙林 盛盖博橱桂成董事长方平 洛杉矶西义商业博览会创办人 Tony Chissu等 凤凰威时林汉琴洛杉矶报道